哈喽大家好,我是Elan 今天的课程 均嵌理论与实务设定 在技术分析中 市场成本原理非常重要 它是趋势产生的基础 而市场中的趋势之所以能够维持 就是因为市场成本的推动力 例如在上升趋势里 市场的成本是逐渐上升的 反之下降趋势里 市场的成本是逐渐下移的 成本的变化导致了趋势的延续 均嵌则代表了一定时间内的 市场平均成本变化 是重要的技术分析基础哦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James老师 来为大家说明均嵌理论的课程 希望上完之后大家会更了解 均嵌在技术分析的重要性哦 课程开始前 别忘了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 我会把均嵌来当作一个 判断趋势的一个标准哦 它是相对一个客观的东西 那在讲这个东西之前 我们先了解一下 什么是均嵌呢 什么是移动平均线 均嵌代表的是 过去的一段时间的 平均成交价格哦 也就是说假设 你今天看到有人说 十日均嵌 它怎样怎样怎样 这个十日均嵌呢 代表的就是说 过去十天的 平均的价格 OK 那二十周均嵌呢 就是过去二十周的平均价格 我们来用一个图哦 这是我昨天结的图 对我们首先看到上面这边是不是写一个天 代表说这每一根K棒都是一天 OK 这每一根K棒都代表着一天 那我今天呢 这个移动平均线 我的长度设置是十 就代表说过去的这十根K线 我这边都有表出来 过去这十根K线 它平均的收盘价格 我的来源是收盘价格吗 所以这个点就代表说 哦它平均的价格是在这个位置 大概四万四的部分 OK 好所以均线大概是这样 它的定义大概是这样 那我们常见的两种均线呢 移动平均线呢 第一个就是NA 然后第二个叫做EMA NA代表是说 平均的成交价格 就是我刚才前面说的这个 就是说在过去一段时间之内 平均的成交价格 那它适合去看一个支撑阻力 那EMA代表的是指数移动平均线 就是说每一根K半 它分配的一个权重的指数 就是每一个人分配的是不一样的 由新到旧 就是以指数的方式 是依序的去分配这样 我举个例子好了 就是说 假设今天有十个人嘛 那最后一个进来的人 它的加权值会比较重 我会比较以最后一个进来的 最后一个出现的人 它的 我会以它来当做一个 比较权重比较重的一个基准值 OK 我直接举个例子好了 假设是十根的 假设是这个好了 假设今天我们是实验的 我找一下 12EMA好了 我们假设今天是12EMA OK 12EMA是这个白线 我把它调出一点 大家看得到 稍等一下 好 假设今天这根是12EMA 那它是怎么计算的呢 今天前面有12根 一根 两根 三根 四根 五根 六根 七根 八根 九根 十根 十一根 十二根 到这边 到这一条线这边的 就是目前这个价格所计算的一个 12EMA的它的参数这样 那月薪的这个K线呢 它的加权值越重 OK 月薪的加权值越重 所以在这12根里面 最重要是什么 最重要是这根 然后再来这根 再来这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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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根 所以越后面的越不重要 那EMA它可以看出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趋势 趋势它目前呢 会往哪一个方向 是比较强烈的 OK 那这是关于EMA的部分 好的 那 EMA 所以EMA它 它比较适合看的是什么 它适合看的是趋势 因为它越后面的加权值越重嘛 EMA适合看的支撑主力 那 移动平均线它的特性是什么 它反映的是价格趋势 就是支撑主力跟价格趋势 也就是说 今天EMA 它不只有看趋势的特性 它也可以去看支撑主力 对 但是相较于EMA来说的话 EMA它比较适合看趋势 比较不适合去看这个支撑主力 对 因为NA它是一个平均成交价格 对 它是一个平均 那EMA它是指数平均 所以它就是比较不一样这样 那NA它也是可以去看趋势 但是相较于EMA来说 它更适合看的是支撑主力 OK 所以这是移动平均线的特性 像这一根 这个平均线 移动平均线 这是 我这个就是200NA吧 对 这是比特币的一个图这样 那你可以看到说 它每次碰到这条线 它都会有一点点反应 有一点点反应 有一点点反应 OK 那再来就是第三个 均线的斜率 如果均线它呈现平均的话 那就代表说这个市场 它现在是在一个横盘震荡的一个旧期 对 那我们今天的操作策略 就会比较偏向所做一个横盘震荡的一个交易策略 或者是说我们可以切到小级别 去做一个比较小级别的一个操作 那如果均线越倾斜的话 就代表说趋势的方向越明确 OK 我现在直接开两根均线给大家看 我开两根 那这两根的参数分别是 黄色的是ena144 橘色的是ena169 我们可以发现说 它今天线如果 我们把这边折住 它今天线如果很平坦的话 对不对 它是不是很平坦 那代表说 它在这边可能是一个震荡 震荡的一个周期这样子 OK 好 那它到后面 它开始要发散了 开始要发散 它开始 斜率开始 更倾斜 越来越倾斜 代表说 这个趋势好像要往下了 其实大概是这样的概念 像这边也是一样 这边也是 你看它很平坦的时候 就代表说 现在 现在它可能是一个 偏向震荡的一个行情 那它今天慢慢开始要往下 它斜率开始 去往下之后 就代表说 它可能整个要往下 然后往上 就代表说 它可能会有一个比较 新的一个趋势这样子 OK 所以这是关于均线的一个特性 这样 好 这是斜率的部分 那再来就是 金叉跟死叉 对 大家应该很常去听到说 某些分析师说什么 今天金叉死叉 金叉做多 死叉做空这样子 对 那金叉它代表什么意思呢 金叉代表意思就是 短期的均线上穿长期的均线 代表说趋势向上 死叉就是短期均线下穿长期均线 代表趋势向下 对 但是均线它都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它是滞后的 它是等说 这个收盘 像好 我们以这根为例 它现在这边的这个价格 对不对 这个均线 它现在这边的价格 是由前面这几根 去计算而成 那它如果要继续跑下去 就要等这根线收完 收完 那如果今天突然呢 这根线在这个 我们现在是小时线嘛 在这个行情 在今天之内 它可能突然飙到这边 可能飙到这个5万多 那这个均线 它是会跟不上的 它是跟不上的 对 所以均线它是有一个 滞后的一个 有一个滞后的缺点 所以我才会说 我自己会把它当做一个 判断趋势的一个工具 这样子 那要怎么去解决这个滞后的问题呢 其实很简单 你就把它切到比较小的级别 我们在不同的级别去观看说 这个均线它到底 它想要表达什么意思 OK 好 那均线它的正确的使用方式 我相信应该很少人会去说这个东西 对 大部分的人 他就是直接听谁说 这个均线怎么用 这怎么用 这样子 那均线其实它有两种 比较正确的使用方式 第一种就是使用固定的时间段 来决定这个均线是否有效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要设定参数的时候 要怎么设定参数 假设我今天要NA 好 我们在这里策略这边 去搜寻NA 对不对 这边就有一个内建指标 叫做移动平均线 我们点进来 OK 我们点进来 点进来之后呢 我们按这个 这边有个设定 这个按钮 然后点进来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说 这边有一个强度嘛 强度代表的意思是什么 现在是9 代表说前面9跟K棒 它现在的平均价格 就是这个 现在这个点 OK 那我们就可以去调说 它的这个参数 要调是多少这样子 然后样式 你可以去调它的颜色 比较粗一点 我用粗一点给大家看 OK 那刚刚这句话 它代表什么意思呢 使用固定时间段来 决定均线是否有效 代表说 我今天就是直接在这个日线 我们在一个固定的时间段里面 去找 去找哪一条 哪一个数 哪一个参数的移动平均线 是对这个市场有反应的 好像大家常用的是这个NA200 200就是说 前面这200日的价格的平均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发现什么事情 我们去找 我们要怎么 怎么去看说 这条线有没有效 我们就去找过去的历史 对 它有没有 一个撑压的一个作用 你看像这里 有没有起到一个支撑压力的作用 支撑压力的意思 大家应该了解吧 就是说今天碰到它可能就会有一个比较强烈的一个向涨或下跌 强烈的一个反弹 OK 它有没有一个这样子的特性 那不同的品种 它就应该说不同的一个标的 假设我今天是用这个BTC 那你去ETH它就不一定是这个NA200 它可能是别的数据 那你就要自己花时间去找说 哪一个 哪一个均线的参数是适合这个市场 然后适合你的 对不对 你看这些是不是碰到就反弹 碰到就反弹 碰到反弹 碰到反弹 这条线它有没有效 它有没有效 我们还不能验证 因为我们今天只有看到说它起到一个支撑的效果 但是它很常这样下穿又回来 下穿又回来 对不对 所以这个我们不知道能不能有效 所以我们就可以切一个就是我们就可以去调这个参数 比如说100好了 诶100有没有效 100有没有效 好像有一点效果 就只有在这边有一点效果 还有这边吗 对不对 这边一直上下穿梭 对不对 所以这100有没有效 那你就要自己去看 看说诶 那这个时间段的 这一根均线到底适不适合现在的我 到底适不适合 那我们调50 50有没有效 50在这边是有效的哦 你看 这里是不是 碰到就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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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这边是碰到 然后碰到就反弹 碰到就反弹 所以50它是有效的哦 它在这个一小时级别里面 50日的一个均线 它是 不是 它在这个日线级别里面 50日的这个日均线 它是有效的 OK 你看 它是有一点效果的哦 那要怎么操作呢 你就可以去结合说 一些技术分析嘛 的一些方式 其实像是这种 这种这叫什么 这种 123法则嘛 对我们可以切小级别去看 这种123法则 突破回踩 然后加 就是这些入场 这样子 对 但这就没有回踩嘛 所以就是 你可能就跟不到 OK 好 所以这是第一个使用方式 我们使用固定的一个时间段 来去决定说 这个均线是否有效 第二个就是使用固定的参数 来去寻找推动级别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在时事交易里面 有一堂课 叫做Vegas Vegas的通道 维加斯通道 那这个Vegas通道 它就是使用一组固定的参数 那如果这边还没有去上过 Vegas通道的朋友 你们可以去上一下 这个课程 对 那它固定参数是什么呢 EMA144 然后169 576 跟676 然后 然后这个还有一条EMA12的一个过滤线 这样子 然后把其他的关掉 OK 好 那当你今天是用这种 这种固定参数的 像这种Vegas 维加斯通道 它是由 144 169 27 288 338 还有576 676 的均线组成的 那576 676 我就先不叫出来 我们就是用144 169 576 288 跟338 还有EMA12 来做一个说明 这样子 对 当你今天得到了这个策略 那这个策略怎么来的 还不知道 朋友 你可以去看一下 过去 我们144 社群的一个影片 这样子 对 那我们今天使用这个固定参数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说每一个级别 像好我们像这个12小时级别嘛 这个均线它价格一直穿过这个均线 那它没有起到一个支撑主力的一个作用 我们只能看到说这个趋势可能在这个金叉的时候 它可能就往上 在这个斜率开始由原本的往上变往下的时候 它趋势转变 我们只能看到这个点嘛 对不对 那我们这时候就会觉得说 这个均线可能没什么用 对 但其实它是很有用的 我们可以切换不同的一个小时级别 对 那我记得吧 最近 最近在这个90分钟级别 这个 是 这个144 夜内144169的一个推动级别 我们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 在这个90分钟的时候 这边 它碰到就拐头了 碰到就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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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找到了大概三个四个 我们就可以去合理的去推断说 那之后碰到是不是又拐头 代表说这一条 这条夜144169 它是有一个有效性的 它是有一个有效性的 快要碰到就拐头 快要碰到 快要碰到 对 那你也可以切十下时间 你觉得这个90分钟级别 它没那么有效 那你就可以切一小时级别去看 所以这个就是代表说 这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使用固定的参数 去寻找推动级别 去寻找推动级别 好 那我们找到推动级别之后 我们就可以 一样 我们可以去搭配其他的一个做法 对 我们就可以去搭配 其他的一些技术分析的方式 像这个 这里 这边 这边我们可以搭配 一二三法则 对 那你可能 你的在你的交易系统里面 你可能会觉得说 那一二三法则 它是很有效的 你可能会想说 那今天它这样突破之后 回踩之后 又突破到三之后 你要加仓入场 对 可是你看到它的均线 它的推动级别是在这边 它推动级别是这样子 它只要碰到就反弹了 代表说这条它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支撑阻力 以及它有一个明显的趋势 它是非常有用的 所以它今天在回踩的时候 对不对 我们可以在这边去做一个 二的时候去做一个买入的动作 或者是在这个突破三的时候 去做一个买入的动作 OK 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对 那这个 呃其实 均线其实大概就是这样啦 就是 其实它不难 它是非常简单的 但是重点是你要怎么去运用 怎么去运用 对那我自己我刚才说我自己会把它当做一个做趋势 就是判断趋势 我不会把它当做一个主要的一个入场理由 我主要的入场理由就是我一定要趋势跟形态的价位都要共振我才会去做一个入场的动作 对那它就是给我去判断一个趋势的 好我们回到这个E&A 我自己的使用方式啊 我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使用方式 我自己的使用方式呢 我会先切 假设我今天是做15分钟级别 OK 那我们刚才说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时差 我们在时差的时候我们要干嘛 对我来说对我来说的意义是什么 对我来说的意义就是说 这个方向这个现在的趋势它要往下 它现在的趋势要往下了 好它趋势要往下 OK 好那我就会切到4倍的一个周期 我切到1小时 去看说 它这边是不是也出现一个时差 代表说在比较大的级别 跟这个比较相对小的一个级别 它的趋势都往下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会去 我就会在这附近去找一个开仓机会 我就会去 搭配一些支撑阻力啊 这种 这边嘛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支撑阻力 这里是不是多次的一个触碰 对不对 碰到一次碰到一次 碰到有反弹碰到反弹碰到反弹碰到反弹 那我可能就会在这种支撑阻力的位置去做空 而且我只做空 我不会去做一个逆势的操作 因为现在这个指标告诉我是什么 告诉我是一小时级别跟15分钟级别 它的趋势都是往下的 所以目前做空对我来说是比较有利 胜利是比较高的 以及它的盈亏比可能相对更好 OK 大概是这样的概念 所以这个均线我自己的用法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再来找一个 假设我今天要做5分钟级别 5分钟级别 OK我一样是用固定参数 我基本上我不太用 就是自己去找那种其他的参数 我都是用固定参数 哎这边是不是死差对不对 144 169下穿了288 338 对不对这边又下穿我们以这边为主好了对那我就会切4小时不是4小时4倍以上级别20分钟我们去看 20分钟早就死差了他在很前面这边就死差了 代表说他整个趋势在20分钟级别跟5分钟级别他的趋势都是拐头往下的 代表说现在做多 哎做空会比做多还有利哦 那这时候我一样我就会去找一个 呃像这边嘛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压力支撑互换位 对我就会去找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配合一些K线的形态我就会去找这样的机会 像这边是不是收了一个 比较相对长的一个上引线 然后我们把它合在一起看 去看一下 在20分钟级别他收了一个锤子嘛 对不对那我们在这边就可以去尝试去做一个开空的动作 在趋势就往下对那你就可能会有这个机会去吃到这笔单子哦 OK那大概就这样对我自己的用法是这样子 那今天课程就到这边有人有问题吗 有问题的话可以就是问 你也可以问一下最近我对这个行情他有什么看法 或者是说我刚才说的地方哪边不懂 就是你不清楚的你都可以去问 BTC的行情 我们以均线来看 我自己我自己会先以均线来看 然后我们第一件事情 我会先把我该做的事情做好 我该做的事情是什么 我会先把这些比较重要的一个支撑阻力给画出来 OK 这边 这边是不是也有一个 支撑阻力 大概在这附近啊 大概在这附近 这里是不是 碰到就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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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支撑压力的一个互换位 对好 那我今天画出来了这个 这个 支撑阻力之后 我会去画这个 趋势线 趋势线 趋势线是3.01线 所以这个黄色的这个趋势线 我会把它 就是 我会把它画成趋势 对代表说这条不知道有没有效 但是我到那边的时候我会还是会特别去注意这件事情 对我会用四小时级别 然后这边是有一个比较小级别的 一小时级别的 一个趋势线 下降趋势线 碰到一次两次三次 所以在第四次的时候 它碰到第四次的时候可以在这边就是 干嘛 就可以在这边去开一个单子 哎等一下等一下 为什么在这边可以开单子 我少说一个东西 我还会看一个东西 但这些东西我画完之后呢 我会去开Vegas 维加斯通道 OK 那我会先去找说 哎关于这个一小时级别 对不对 这边是不是出现一个死差 代表说这个趋势 它目前是往下的 四小时级别 一样四小时级别 它也是死差吗 它在这边就告诉我们说 未来的趋势都会是往下的 一小时级别也是 一小时级别是在这边 对不对 哎一小时级别是在这边 然后再来是15分钟级别 15分钟级别 是在这边吗 对所以这三个级别 15分钟一小时 四小时都告诉我们说 目前的整体趋势是往下 所以我的策略是怎样呢 当这个 当这个K线 它只要碰到 这个下降趋势线 或者是说它往上去碰到这个 或者是这边的这个 这里有一个支撑阻力吗 这里有一个支撑 或者是它碰到这边的时候 我都会去尝试做一个开单空间的一个动作 甚至是说它如果碰到这边 然后又碰到这条下降的潜在的一个趋势线的话 我一定开我在这里一定开 止损呢 止损我会射1% 1%到2% OK 大概是这样的概念 所以未来呢 在现在我对于BTC它是什么看法呢 就很简单 逢高空 只要就是 它往下 我就空它 我就空爆它 然后刚刚我有说就是 90分钟它是一个推动级别嘛 对不对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 碰到一次就往下 碰到就往下 碰到碰到就往下 对碰到就往下 碰到就往下 碰到往下 所以如果它上来 碰到这边 对不对 它碰到这条下降趋势线 然后刚好又碰到这边 因为它这个会继续往下嘛 对不对 我一定 我说我会一定开 其实这就是另一个原因啊 就是说 它这里有一个下降趋势线的压制 再来说它的大级别的趋势 都告诉我们说 目前趋势往下 再来就是说 我找到90分钟的推动级别 那90分钟的推动级别 告诉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 它很有效 对它很有效 你只要碰到的时候 你就可以去开场这样子 OK 那如果你今天是 想要做多的朋友呢 目前这边 我是不建议去做一个操作 我建议等这条 等这条 我这里是不是有一条下降趋势线 等这条下降趋势线 突破之后 突破之后 然后回踩 我们再去做一个多单的一个选择 但是这边其实盈亏比不是很好 所以如果是我也不会去做 OK 因为你多单的话 你盈亏比0.54哦 因为上面就有一个定力转换区了 所以我就不会做 或者是说 你想要做哪一笔比较长的单子的话 你也可以等这条下降趋势线 突破之后 甚至甚至你想要更保守 就是等这个Vegas 这个维加斯通道 这个均线呈现金叉的时候 这个上传的时候 15分钟也金叉的时候 OK 我们再去做一个多单的一个选择 再搭配这个123法则 或者是搭配这个支撑压力互换 结合K线形态去做一个多单的选择 OK好 那这样子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吗 今天的我对BTC的一个看法 好 如果大家都没问题的话 那个这个 今天的政经呢 这个表单 如果还没有填到的人 可以先填一下这样子 那今天的课程就到这边 OK 再给大家一分钟 如果没问题的话 我们今天课程就到这 OK 那谢谢大家